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我是万象和 台湾股市今天又往上涨了 涨非常非常多 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一次就大涨 就涨到哪里 725 那我告诉大家 接下来 走势还没有完 接下来走势还没有完 还会继续攻好不好 台股上2万 我之前就告诉大家什么呢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迟早的事情一定会上去 我之前有一集的标题叫什么 台股必上2万 有看到朋友在下面做留言 好不好 我很早就讲了 当时很多老师告诉你 这个不一定有可能会出现反转 或是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 好像也不太看好 但是我很早就跟大家讲了 那事实上证明我们讲的是对的 对不对 有些老师就没有自信跟你讲这个嘛 我们标题是什么 台股必上2万 当时就已经讲了 好不好 那今天跟大家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告诉大家 赶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最真实 最准确 最告诉你第一手的消息 好不好 那市场上哪一支股票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你不订阅 非常可惜 那是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订阅 节目新节目出版的时候 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 那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LINE的首页上面 从最近开始我们都会放上 法人报告的什么 我们来解析 我们来看他到底是真是假 这个一般老师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们会放在首页告诉你我们的看法 我们会挑几档股票出来 法人丢出来的这个法人报告 特别 我们来解析 告诉你到底 法人报告能不能信 法人报告等一下就有这个例子 告诉你 很多例子 法人不同 法人丢出来的报告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 到底谁是对的 我相信你很难去判断 你有时候看到他你就以为他是真的 但是法人基本上他们也是在这个市场里面 在怎么样呢 在打架 在互相吃对方 互相跟对方打架 就是看谁钱多 看谁呀 有没有办法下注的时候下得比较准 下得比较快 那今天开始 这个礼拜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讲 礼拜三的时候 礼拜三的时候 非农数据 这个月每个月一次的 重要报告会出来 但是最更重要报告是什么 联准会主席报 又要来讲话 到什么到这个参议院众议院 来讲一下到底接下来 要降息 什么时候要降息 或者是要降多少 或者是我不想降息 都要去报告 到这个参议院众议院去报告 礼拜四的时候要来发表演说 一样 这个礼拜非常重要 三次的时候都有 都有 然后呢 再跟大家讲 礼拜五的时候就是非农 这个是小非农 这个是非农 非常的重要 都一个月一次的 联准会主席报这个礼拜也特别重要 所以接下来这个礼拜整个走势 都会蛮精彩的 那我认为现在美国股市也没有出现什么 开始反转的迹象 都还没有 而且美国股市都在往上涨 走势都非常的强 所以我认为这个接下来这些数字 这些数据包括这个演说出来 不会有太坏的消息 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们持续来做一个追踪 那来看一下加权的部分 今天到哪里了 19333 还在持续涨 还在持续涨有没有要回头的迹象 没有要回头的迹象 所以接下来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让你来这个市场上 让你在这边赚到钱 好不好 那来看一下台积电的部分 是不是从哪里 我们从那个 线这个画这叫箭头的起头的位置 11月大概10号的时候我还记得 就跟大家来讲 我们节目上就有讲过了 我还记得当天讲完 我们录完节目之后 当天下午的时候 台积电法说后来放大力多 对不对 然后就一路涨 就一路涨 有看节目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啦 好不好 有看节目的那你至少没有留言 你至少按个赞 好不好 那跟大家讲就一路涨嘛 那我当时怎么讲的 我是不是讲台积电会带动整个台股 会带动台股整个网上一直网上喷出 是不是这样说的 那事实证明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中间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也是一路带朋友们这样进去操作 那相信有跟上脚步的朋友你都有赚到钱嘛 对不对 涨完没有 还没有涨完嘛还在涨嘛今天才刚刚开始涨嘛对不对 所以还有机会好不好 接下还有很多的机会让你来参与 那再看一下联发课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非常早就讲了 7月8月份的时候9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在告诉大家 接下来 当时大家在讲什么大家跟你讲这个伪创嘛 讲说AI回涨就是买点嘛 那我一直在讲这个事情 后来我跟大家讲说什么 不要再看AI我们看看其他的 跟这个也是跟AI有关系看看其他的 连发课就一路涨 到现在多少了 65%了 65%了 各位朋友 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买在哪里703 703如果你有跟上我们脚步做操作一张 现在到现在能赚多少钱 你买一张就好了 赚40几万了 好不好赚40几万了 好不好赚 各位朋友 那我一直在讲 其实选股真的非常重要 那你会想说 研发科能够赚这么多钱吗 当时在700你一定觉得很贵 那就一路涨涨到1165 还会不会涨结束了没有 还没有结束啦 还有机会继续涨了好不好 所以 跟大家讲操作就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需要靠专业来判断 今天有一档股票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 是什么 利基 利基今天跌停板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一直都在分享 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 上个礼拜我有时候涨停板 今天跌停板 今天跌停板 为什么特别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跌 他为什么跌 因为有一个什么美系外资嫌贵 突然这个 放消息出来跟大家讲 他觉得美系外资觉得这个很贵 然后呢讲说什么 讲说这个 估计今年才赚什么估计今年才赚 3到4块 哪一家美系外资名字都不敢爆出来 名字都不敢讲我找了非常多的这个资讯找不到 我还去找了法文报告他们出 没看到这个哪一家美系外资 都没看到 过去股价上涨了40% 对不对 这40%我们全吃 然后呢 今天就是怎么样 故意从中立调成减码 从中立调成减码 之前在涨的时候还是中立 突然今天丢一个变成减码 那之前中立为什么股价一直涨呢 对不对 我们回去看一下 之前不是中立吗 股价一直涨嘛 那为什么今天丢个什么减码呢 那我就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立基前面是什么样 盘整时间非常久 下面非常多家的法人在这边下面收获 所以你今天一家丢这个消息出来让大家恐慌 其实他没有丢很多张 他手上一定有持股 但是他没有丢很多张 他手上大家一开始开盘的时候丢了三四千张出来 开盘的时候 后来有造成这个整个股价 开始出现一些下跌的状况出现 很多人有些觉得 有点恐慌可能跟着在卖出 带出这个恐慌性卖样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那么烂啊 各位朋友 看一下玉山金控他们是怎么在讲的 买进好不好买进 3月1号这个 报告买进 目标价300元 所以我跟大家讲 其实这家美系外资他连名字都不敢讲 你能相信他这个 他的资讯是什么吗 人家人家出报告都是这样出吗 对不对 那我们跟大家讲LINE首页上面我会帮大家解析这些报告吗 好那我跟大家讲 不是他出报告就表示说公司真的很烂 WiFi 7不行的 我还有其他证据 WiFi 7没有不行 我告诉大家还有其他证据 瑞玉今天怎么样呢 有跌吗有崩盘吗 WiFi 7有没有不行 没有嘛 没有不行嘛对不对 网通知心有跟大家讲过联雅吗 有没有不行 没有不行嘛今天还创高耶165.5 165.5今天又创高 来劫呢 来劫也创高耶对不对 来劫上礼拜一样涨停板嘛 好跟利基一起涨停板 人家有没有崩盘被他这样崩 没有嘛所以就是这家外资故意在这边做 做一些手脚嘛那我们回去看 回去看利基部分 今天利基在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下面买进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这一度上涨买进的人非常非常多今天 有带出一些卖压出来但是我跟大家讲 其实上面这个上面在高档的部分 尤其在过往的位置前几年的地方 有没有很多的压力 没有很大的压力区域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跌 重点在明天好不好 重点在明天不是今天 跌宁板你要觉得很恐慌 反正我们其实在买在哪里 我们1月26号就买 买在下面 我们成本在这里 明天如果再跌的话你就要很小心 那可能真的就是 其他法人也跟着弃手 但是我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 不会因为这样一天的下跌造成整个什么 整个格局开始崩坏 我认为今天跌就是差不多就结束了 也许明天开始就会出现了 我们再预告一下 也许明天开始 其他法人就开始进场 毕竟他跌回来 我给你买进的机会嘛 对不对 我们就跟着我们就等着看嘛 因为整个WiFi7 没有这么糟糕好不好 其他这个 股市整个趋势都还在往上 WiFi7他现在一旗下跟你说 这个趋势的换机槽没有到 但是问题是前面其实大家都预测是换机槽开始来的 那不会到因此就开始出现什么 整个WiFi7族群都不行了 WiFi7族群都是经过怎么样超过 两年差不多左右的时间 没有上涨了 没有上涨所以这样涨这一段之后呢 后面是还有机会的 好不好 那我就跟大家讲 其实 不要因为 他突然丢个新闻出来就造成这样的恐慌出现 我们要趁这个走势的趋势 有没有出现改变 而且现在整个台股还在大桌头 所以接下来还是有机会 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出现怎么样 开始崩跌状况出现了 所以大家等着看 我认为这个走势其实是没有 是一个假象 今天这个WiFi7是故意丢消息出来 名字都不敢讲 到底是谁 有种就把名字讲顺嘛对不对 最后跟大家讲一个 AEI未来之光 为了AEI未来之光 这档股票告诉大家 近期的怎么样走势开始转强 今天一度有亮灯涨停板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现在上方的压力 涨上面压力不是很重 而且上涨空间还是很大 而且最近这个AI题材 这一个一定会吃到 这一档股票一定会吃到AI题材 那我会放在哪里呢 我会放在这个 我们这一次要给大家这个资料在3月份的资料 告诉大家 接下来哪些个股 是你值得来注意的 然后跟大家讲 多头在走 你资料一定要拿到手 好不好 拿到你就赚到了 你不拿一定后果 这个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几句话告诉你 那你就赶快大家来拿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是送给你的是不用钱的 就欢迎你来索取 那在链接处我们下面有资讯哪个链接处 你就来申请来登记一下 你就能拿到 那就 明天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下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 这个 订阅理财说 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哈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